美国智库学者在7月底曾经依卫星影像分析 中国大陆武创造船厂有一艘新型的核动力潜艇 在下水的时候沉没 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说法 证实这个事件属实 至于是否酿成了人员伤亡 以及当时是否携带核燃料 目前不得而知 华尔街日报也评论 这是中国海军核潜舰计划的重大挫败 长征一号核潜艇 是中国自主建造的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 长征一号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艘核潜艇 对象借着潜艇科技在海上占有绝对主导地位 不过美国智库学者7月底曾经依据卫星影像研判 武创造船厂一艘新型核动力潜艇 在下水之后反复沉没 中国官方始终未针对此事回应 华尔街日报近日引述多位 美国官员说法认为事件属实 并评论这是中国海军核潜艇计划的重大挫败 那我们也有做过一些演细 我们自己本身也有透过我们多重的情节的手段 来有所掌握 五月卫星照片显示一艘核潜艇停靠岸边 准备最后设备组装 然后出海 但到了六月却消失了 船务现场出现多台大型掉臂 跟浮动起重机可能是在进行打捞作业 这次沉没的核潜艇是中国最新型的核动力潜艇之一 具有独特的X型纬度设计 主要在提高机动性 中国的这个造船工业的确有很多问题 那这艘核潜艇是最新的一个型号 但是虽然它出现了这个在造船厂翻覆的这个事故 对中国海军是个挫败 但是我想还是不会去小觑中共海军未来的发展 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分析 核潜艇的沉没将延缓中国库大核潜艇舰队的计划 而是否酿成伤亡 以及沉没时是否携带核燃料 外界不得而知 但中国抗衡美国而推动的海军增强计划 恐怕已经造成重大冲击 记者是王秋米台北报道 感谢观看